HELLO 大家好,我是帕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寫一段影片 Minecraft的教學教大家拿龍蛋的這段影片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可以有整個資訊卡 看回那段影片 我今集就來講 如何拿龍蛋 不過今集為了解的方式 就是用稿可以掘 因為我一集就說用稿不能掘到龍蛋 不過我現在知道是有方法可以的 不過我就要 這些方法很複雜 很簡單 只不過你只為了我拿龍蛋 千萬不要用這些方法 真的浪費時間 大概要怎樣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見不見我用鑽石 鑽石製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這個空間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 31x31x15 這個鑽石 大概是怎樣的概念呢 就是長和寬都是31格 這個鑽石 不需要用鑽石的 只是不知道是否先黏了 然後 就是長寬都是31格 然後高就是15格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你只要把龍蛋放在中間 這個就是中間的位置 但是不是這個位置 而是要踏高7格 這裡已經放了1格 這裡就繼續踏高 2 3 4 5 6 7 然後龍蛋放在一個位置 然後龍蛋放在一個位置 因為算了 周圍這些邊這些位置 是算了 所以就是15格 如果不算的話就是14格 不過它也會算 然後上下就割7格 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現在暗龍蛋 它基本上一定是順到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可以暗一暗 看到嗎 它就順在這裡 它絕對不會有進出 這裡面的空間 這條邊應該也有可能可以順到 但是在外面的它就絕對不會了 所以如果你只要把這個空間全部填滿 所以它在二龍蛋放在一個最上 才放在那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用高掘的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只要它周圍實體方法就可以了 實體方法就是這些 這些也是的 總之是一些磚之類的東西就是的 或者是水也是的 所以我過了一點的話 所以就證明是可以用水 所以在海裡做是可以的 現在就靠一靠鏡子 換一換地圖給你們看一看 好了來到另一個地圖 這裡就是海了 我也是那種方法 等一下 我要上回去 我忘了一件事 基本上我就喝水下呼吸藥水 基本上就落到最底 基本上因為怕它下面會有這個 擴動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要搭高一點 1 2 3 4 5 6 7 基本上都是這樣 現在的話應該可以掘的 看到嗎 我現在一直在掘的 它不相信就 我現在的執法 大家看 記不記得 我剛才是 63個 然後這裡我掘 你看 沒有了 然後又變回 64 也就是掘走了 所以這個方法 基本上只要周圍有實體方塊 就可以了 水也是實體方塊 就是它在麥克風面 它認為它是實體方塊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基本上 你可以用水 就像我剛才這樣 掘這個龍蛋 或者就像我剛才那樣 你將它那個範圍全部整好 這個磚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這種方法來掘龍蛋 我是真的不建議 你可以當是一個 試一下自己玩 或者挑戰 但是 你真的為了拿龍蛋 用這種方法 真是不建議 因為龍蛋 它要是中介 你不可能在中介 倒那麼多水 或者你中介 建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大型的建築 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 雖然剛才 雖然你說 只是 要弄我剛才那個東西 要整好 其實也不太需要很久 我自己試過大概 大概就十分鐘左右 但是我是 的確不建議 你用這種方法去掘龍蛋 都是乖乖地用火爆 或者活塞就好了 對 那今集就差不多了 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